檢討報告由鄭文燦去做 勢必刀刀見骨 要戳到重點啊 不可能 我在民進黨那麼久 這種敗選辦報告 一定要主席先下最幾招 才會撤退 我說王鴻威出來 只有一個人跟他是對手 那個人叫王世堅 那如果王鴻威不選 盧英龍必勝 而且如果是王世堅對上 王鴻威兩個都不用比了 你知道為什麼 那就看這個檢討報告了 我聽說那個賴清德決定了 他就跟那個鄭文燦見了面了 鄭文燦後來豁然開朗 就是祝福賴清德 他們兩個是可以協調的 那檢討報告由鄭文燦去做 那賴清德這邊他會看過 那所以檢討報告勢必刀刀見骨 要戳到重點啊 不可能 怪抖音 怪假新聞 怪什麼 完全在我的預期之內 論文沒判個字耶 沒有這個沒有辦法 他自己都當事人 跟你講這種敗選報告 那這種交代過去啊 我在民進黨那麼久 這種敗選報告 一定要主席先下最幾招 才會徹底 他辭職他還給你最幾招 沒有 最幾招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盡量檢討 沒有上線 什麼都可以討論 他要講這句話 可是實際上沒有 那鄭文燦 鄭文燦自己都受傷了 怎麼怎麼講 你知道上一次2018 民進黨也輸的很慘 才會有保七大作戰這一次嗎 那時候蔡英文總統 她最幾招是講什麼 你知道嗎 可能因為我出國防友邦太多了 暫時見 還有就是我處理國政太多了 不然就只要都沒有檢討 辭職重點 我講白了啦 賴清德如果當選主席之後 這個也不好再叫做敗選檢討報告 因為做兩次不好意思 對前面的人也不好意思 他可能會寫出一個本黨的改革方針之類的 直接改革就對了 對對對 那我建議他一定要把林佐水 把游盈龍找來好好談一談 這兩位絕對是支持賴清德的人 那這兩位也是願意對你說真話的人 民進黨這個時候需要真的愛你挺你的人 而且正直的人 這兩位都是 這不是公開的啦 可是這有可能嗎 大師也就算了 游盈龍當顧問 如果他跨得出這一步 我覺得那就是看到一些可能改變 那些敢直言不諱的人啊 那願意幫民進黨的出路丟點子嘛 嗯就是這樣 叫吳思瑤他現在是區域立委 跟你講 立委這種單一選區的選舉啊 差距是很少的啦 吳思瑤也得罪不起黨內某些人啊 你如果講得很大聲 那搞不好一些審侶聽得不高興 為什麼你要叫區域立委 因為他明年就要出選 那後年就要選 跟總統一起選 所以我認為這個檢討報告 恐怕不是敲鑼打鼓這樣來弄的 吳宜隆卡這個時機點對他非常不利 對 先天不利 所以我就說吳宜隆真的是很倒楣 你看他中間選名怎麼會輸王宏偉 輸這麼多 非常倒楣 王宏偉剛選過松信嘛 所以北中山他占極大優勢 因為吳宜隆坦白說他2020年選完之後 也沒有長留地方啦 他跟王世堅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中山區就是一個很複雜的選區啦 他跟王宏偉也沒有誰占便宜 不過你可以看到吳宜隆還是有始終分 因為他上次選的蠻好 所以目前我看到的民調大概 40歲以下支持吳宜隆還是很多 大概52%左右嘛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他的問題啦 這些人的投票率是最低的 補選投票率通常只有45左右 45已經很高了 我們還算36以其算 是嘛那你去想 他上次跟蔣灣對決那一次 投票率超過七成 所以有多少人不出來投票 我們要翻一下Google一下 王宏偉的支持者都是老人啊 我跟你講那民調60歲以上是王宏偉大贏的 是啊 我覺得吳宜隆是倒霉在哪裡呢 他倒霉在現在民進黨的氣氛蠻低迷的 大環境 我們講大環境 對 那麼氛圍這麼低迷 改革的大動作要等到1月15號 賴金德當選之後才會看到 而且搞不好還要過年之後 而且他們要改革 一定要等到1月8號過 不然對吳宜隆太難看了嘛 就有點親王不接啦 對 事實上這個區 吳宜隆最倒霉啊 這個區我本來我講過兩句名言 我說王宏偉出來 只有一個人跟他是對手 那個人叫王世堅 那如果王宏偉不選吳宜隆必勝 而且如果是王世堅對上王宏偉 兩個都不用比了 有拚哦 你知道為什麼都沒有救子丟老婆嗎 王世堅的基本盤是中山區 42個人 所以王世堅有勝面 那當初提名怎麼不提王世堅啊 他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啊 你覺得如果提王世堅 天哥會嗎 我非常熟 他不好意思 他不想槓掉吳宜隆 他不好意思 這個局就是王宏偉的對手 只有王世堅 那王宏偉如果不選吳宜隆就勝 就這樣